哈喽大家好,我是阿雷 小米10青春版在我手里已经体验了一星期的时间 今天就给大家来说一下 这个小米10青春版它的一些我不能容忍的一些缺点 然后首先我们就直接从它的摄像头来说起吧 虽然小米10青春版搭的一个50倍的变焦很厉害 潜望式的摄像头 但是呢我发现在我这几天当中 我几乎是用不到它的 甚至我把我之前的iPhone手机和我其他的手机翻了一遍 这些照片里面几乎是没有用长焦去拍摄很多的照片的 也就是说这个长焦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点用都没有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手机拍视频的一个效果吧 然后我呢经常会用手机去拍摄啊 然后我包括我的很多的视频都是用的iPhone11去拍摄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清晰度呢完全是可以的 但是呢用这款手机我这两天想要去拍摄一些东西的时候就发现 它的对焦呢让我有一点很不满意 现在我们来放两个影片来对比一下小米10青春版和iPhone11 虽然iPhone11能够买两个小米10青春版 但是呢我觉得稍微的对比一下会好一点 知道大家这个差距到底在哪里啊 无论是它几个摄像头有时候摄像头多不代表就是好 中文字幕讲也订阅 明镜需要的庄件 直到这款下车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赏支持 确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小米10青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咱们视频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这款手机的续航 其实很多小伙伴都比较关心这个问题 因为它只有4100毫安的一个电池 对于我这个手机的重度用户来说 使用一天的话有一点紧张 然后如果早上充满电出去 然后一天到晚上再回来的话 有时候就真的有一点紧张 这两天内我也是把我所有的工作 包括东西都放在这个手机上面 包括微信处理一些问题 包括偶尔会稍微的编辑一下视频等等 这些东西 然后这个电量就掉的非常非常快 同时我也去玩了一下游戏 和平精英完全是可以玩的 并且非常非常流畅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765G这个处理器没有办法带动游戏 或者是游戏的体验不是很好 这个完全是可以带动我们的游戏的 玩着也是挺不错的 只不过就是这电池有一点小而已 但是这个手机呢不只是有缺点 它还有很多的优点 我觉得这款手机让我最满意的地方 就是它的屏幕 就是这块三星的钻石排列的 OLED的屏幕 这个应该就是这个手机最大的一个卖点了 毕竟呢我们作为手机的话用的最多的就是屏幕 只要我们看就是看到它的屏幕 它的摄像头也许可以烂一点 但是屏幕呢一定不能烂 如果屏幕烂的话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用的 我也跟iPhone 11 LCD的屏幕相对比了一下 但是确实是这块屏幕的显示效果还是非常非常棒的 可能呢我现在拍摄视频 它的一个对比度不是很明显 但是用肉眼观看这块屏幕的素质是非常非常好的 虽然我想升级MIUI 12啊 但是那次虽然通过了 但是呢一直没有办法去升级 这个呢也跟大家说声抱歉 我也看到现在MIUI 12的它的很多的bug还是挺多的 我们就可以静静的等待它6月份的稳定版本 全面的开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体验了 确实在MIUI 12上面有很多的优点让我们去体验 还有这款手机让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它是小米手机 小米手机自带的小爱同学 这种语音控制应该在手机里边 小爱同学是最好的体验 是最棒的一个吧 有一些简单的问题是不需要解锁的 小爱同学今天什么天气 今天阴12度到18度降温5度空气质量优 有大风蓝色预警请注意防范 10分钟以后叫我 好的10分钟以后我会提醒你 这款手机自带的小爱同学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我相信很多人用过小爱同学的人 真的是有一个这样的体验 但是有一些是必须要解锁以后才能用的 小爱同学 我在 今天有什么新闻 先解锁一下吧 这几天体验下来这台手机的屏幕显示效果非常非常好 这是我觉得它最棒的一点 其他的缺点也是非常非常多 至于你要不要换这台手机的话 我觉得还是谨慎考虑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买K30 然后我也想了一下为什么不买K30呢 它的屏幕可能没有这款手机屏幕好 这个也就是说它们区别的一个地方 就像有人说的 它虽然叫做小米10青春版 但是这款手机好像跟小米10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 最终的结果呢 我想的是把这台手机退掉直接换成小米10 现在小米10再拼多多的价格是3700多 我觉得大家呢也可以直接考虑直接入手小米10 如果手头不紧的话 或者明年入手5J手机 应该是一个最佳的时候和最佳的选择 好 这就是我这几天体验这台小米10青春版的一个个人的感受 完全的主观 如果哪里体验包括说的不到位的话 大家呢可以直接在视频下方给阿列留言 好了 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